剩下7月,又到了云南野生菌集中上市的季节 拥有全世界食用菌品种一半以上的云南 野生菌不仅品种繁多,连做法和吃法也是五花八门 无论是野生菌作为主角的火锅、清炒 还是作为辅料的炒饭、焖饭 从深山中走出的野生菌都是人们赞不绝口的真修 近日,记者走进中国最大的野生菌交易市场 云南牧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看到 松茸、奶浆菌、青头菌、牛肝菌等形态各异的野生菌 摆摆各摊位,山珍的奇乡弥漫人间 我们今年的这个野生菌呢 大量上市的时间虽然比去年推迟了 但是这个上市量呢还是蛮多的 现在每天的交易量有400吨左右 那么往年最高的交易量一天可以达到520吨 那我们预测一下就是大约可能也就是最近这几天就能达到最高的这个高峰值 在距昆明数百公里的宝山 每到食用野生菌的季节 村民都会走进山中 采摘这难得的食令美味 采野生菌是力气活 不但要翻山越岭 同时还要眼观八方 蒋开红采好野生菌后 会把他们交收到当地一家小有名气的野生菌农家乐赚取收入 在这里野生菌被加工成了粉菌炒辣椒 鸡棕煮鸡 火腿干巴菌炒饭 扫巴菌炒酸木瓜丝等美味佳肴 在当地 12种野生菌的花式吃法寓意12个月月月吉祥 在昆明市区 一家主营野生菌火锅的店吸引了不少食客 店主李伟为我们介绍了不少野生菌的特点和吃法 我们云南这边叫渐少青的一种 就是少碰它的这个菌子 它会立刻变色的这个野生菌 它这个是有毒的 然后吃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 这个黄黄的这个是鸡油菌 还有这个干巴菌 竹棕啊 青桃菌 这个白葱菌 黑牛肝 鸡棕黄牛肝等等 还有鸡棕的就是特别美味 然后拿来炖煮汤 或者是青草 也是这个全国全国各地都比较喜欢吃的一种野生菌 这个菌子呢就是也是无毒的 然后这个青桃菌呢就是也是吃的比较多的 也是无毒的一种菌子 然后它可以碳烤 还可以这个爆炒 也可以做灰青桃菌 牛肝菌呢 它就是野生菌中口感就是比较好的菌子 也是菌中的商品 这个野生菌 牛肝菌呢它可以炒也可以煮 就是吃的最多的就是爆炒 用这个辣椒 从炒到煮 从炸到蒸 甚至生吃 云南野生菌摇遍万千 让食客垂涎三尺 成为行走千里的云南人最怀念的家乡味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